女人让你触碰这些隐私 就是对你动了爱情之心的信号 人和人相处不同的关系 就会有不同的相处界线 或许在和不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 两个人会有一定的警惕和界线的 不会随意的让对方触碰自己的隐私 可一旦是和喜欢的人相处 就会模糊了两个人相处的界线 允许你触碰他的隐私 把你当成自己人 他喜欢你对你动情 在和你相处的时候 就会模糊彼此的界线 将你靠近 让你去触碰他的隐私 表明你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第一点就是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私事和圈子 如果他只是把你当做普通的朋友 那么就不会跟你说关于他的事情 对你都是心门紧闭的状态 不会让你去介入他的生活 插手他的事情 可他若是喜欢你的话 对你动了真情 就会本能的对你产生一种依赖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会主动的去找你 倾诉 听取你的意见 让你插手他的事情的 他会对你敞开心扉 说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 让你帮他出主意 把你当成自己人 和你共同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建议他让你插手他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一种对你的认可 其实就是对你动情的信号了 第二点就是房间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 对你没有足够的信任 那么是断崖不会让你进他的房间的 就算是你主动的提出 他也会直接的拒绝 觉得这样不合适 可他又是喜欢你的话呢 对你动了真情了 就会对你没有任何的防备和警惕 会让你进入他的房间 跟你介绍他的房间和摆设 给你看一些对于他来说 比较珍贵和重要的东西 他不排斥你进入他的房间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介意 或者是不舒服的那种感情 第三点就是感情里爱和不爱 从两个人接触的距离 就可以知晓了 倘若他不喜欢你 对你无感的话 就不会让你触碰他的身体 在和你接触的时候 就会保持距离 不会和你靠得太近的 当你靠近他的时候 他会下意识的去闪躲 对你非常的冷漠 甚至是发脾气 对此是极其排斥的 相反的话呢 又是他喜欢你啊 就会模糊你和他的界限 主动的去靠近你 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了 感情有时候啊 就是这样爱你的时候 会对你表达 爱你的时候 就会对你表达一个 亲近的欲望 要两个人越走越近 他要你触碰他的身体 那就是一种肯定 其实呢 他就是对你已经动了 情的心好了 既然你已经明确了 他对你的心意 知道了他对你的喜欢 那么我们就要主动一点 抓住机会 去开始属于你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